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近日,斯科达官方表示将于2020年2月5日开摩的印度新德里汽车爆浪会上 推出Vision in Concept的紧凑型概念车 并且公布了该车的类似设计预告图 从预告图中能够看出概念车的类似采用了成王色与灰黑色的壮色设计 为类似增加了不少活力,显得年轻而动感 而中国台的两块分离屏幕则为类似增添了不少的科技感 同时也极大的精简了按键设计,为类似增添了现代简约的格调 方向盘采用了三幅式的设计,路格的装饰使其看起来较为精致 而关于外观方面并没有图片曝光出来 但从外面了解到,这款车的长度为4260毫米 相比斯科达科洛克要短122毫米,将会寄约大众集团MQBA0平台打造 斯科达CEU博纳德·麦耶此前陈表示 该设计的量产版将会在2020年底推出 而它还将以改款形式在其他亚洲地区推出 对该设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有一组几何汽车群新车型的叠照近日被曝光了出来 从如此叠照来看,新车或为跨界造型SUV 图片中的车辆伪装还是很严密的 不过从照片中,新车的外观大致线条来看 新车头灯大致轮廓与几何A相近 但内部灯组结构略有不同 且新车同样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轴网的设计 此外,在前包围处,我们还能够看到用于自适应巡航系统的传感器 从侧侧,车尾角度来看 新车这点线要从B柱开始下溜 但6倍幅度并不大 5伏式轮圈的轮幅宽大,似乎采用了低风阻的设计 此外,有消息称该车类似将与几何A的设计大致相同 但此前在几何A上饱色诟病的E-Touch中央操感触控区 或将在新车上被替换为物理按键 动力方面目前还没有消息 据有关消息称,新车预计将于2020年北京赤展正式亮相 不知道你会考虑改车吗? 一期大众在北京宣布 旗下新款麦腾和新款麦腾GTE正式上市 外观方面,新款麦腾在华为版新款Pesata发布后 延续了其最新的设计思路 全新的进气格栅和情报为设计分辨出新广和老款的区别 大灯组外表看起来变化不大 但内部灯组升级后提供全LED矩阵式Metri前大灯组 相比之下在侧面形调上并没有变化 而尾部的变化主要源自于尾灯组的升级 同时全新英文标示也出现在了logo下方 类似大众家族最新的设计理念 类似在整体风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更换了全新的家族式多功能方向盘 同时全新仪表盘的配置也跟上了当下的主流设计 此外还增加了双色拼接座椅的设计 搭配30色类似氛围灯 驾驶辅助方面可实现L2级别的驾驶辅助 多类方面将继续搭载1.4TSI和2.0TSI 并提供280TSI、330TSI和380TSI三种动力科学 串通方面根据发动机的不同 匹配不同的7速DSG双离和变速箱 而麦腾GTE作为新款麦腾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车型 延续了细节上的变化 除了在前进去隔三上增加充电接口之外 新车还换装了更加具备科技感的情包围 此外新车在前翼制版和尾部均增加了GTE专属的表示 并更换了具有低风阻效果的物浮轮缺 类似并没有提供最新款的多功能方向盘和全域仪表盘 依旧保持了老款方向盘造型和双机系仪表盘 动力方面GTE搭载1.4TSI发动机和电动机 和灵德时代锂电池组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其中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50马力 电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6马力 综合最大功率为211马力 综合最大扭矩为400牛米 将电动虚强里程为56公里 价格方面新款麦腾共推出三种动力共计八款车型 市价区间为18.69至30.99万元 麦腾GTE推出一种动力共计两款车型 市价区间为25.39至26.89万元 你会选择其中一款吗 长安佛特锐记将于近日在杭州正式上升 新车延续了豪跃版车型的大部分的设计 但也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特殊化的调整 前脸的六倍性格三样式更独特 普通版车型内部采用了银色黑色相间的点状样式设计 而STLAN版本车型则与好样版本车型一致 风涡转格三对于运动感的提升明显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了LED日间行车灯 自动前纳灯 LED前无灯全景天窗 外号视镜电动调节后拍影视玻璃等 类似方面融入了诸多多元化的元素 中控台整体的布局从中央向两侧展开 多媒体系统不再采用重置的大液晶屏 而是换为了主流的横置多媒体显示屏 看起来更符合消费者的审美 用了二方面STLAN版本车型类似 加入了诸多Ectara材质 提升了运动感 动力系统方面 先期上市的三款车型均搭载了200T涡轮增压放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248马力 风扭矩为393牛米 从头系统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对该车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从东风玉龙纳智杰官方获悉 切下全新中型SUV纳智杰URX正式上市 后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可以看到新车牵连的分底式LED大灯组 有一根凸起的能线隔开 能线上方是纳智杰品牌logo和贯穿式的镀铬丝条 而能线下方则是一款非常独特的大尺寸六边形中网 中网内部有点阵式镀铬块和牌子安装位组成 颇具辨识度 在车灯侧面 大角度倾斜的A柱和前风档 营造出了动感流畅的车顶线条 而在后部 车身又拥有了比较硬朗规整的走势 并且该车还采用了奔设车顶和悬浮式的D柱设计 D柱三部与车顶的同色部分 看起来如同一根巨大的后脑流板 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视觉效果 车位丰富的线条使其更具层次感 多边系LED尾灯组 立体感十足的后抱紧杠及尾门线条 镀铬四条和双边共两处式的排气镀镀装饰等 尺寸方面 新车的成分高为4725、1826、1765毫米 轴距为2720毫米 车身颜色方面 新车颈提供了法制白和保时黑两种颜色 类似方面 中控梯子区域造型设计十分独特 矿转式的空调出风口 中央12英寸悬浮式树枪大屏 无仪表盘样式的设计 细节方面 采用了一款全新样式的平底式斗功能方向盘造型铺位运动 此外 新车还将提供5座或7座布局的车型供选 动力方面 搭载F48系1.8T直列色卡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204马力 风车有机为300牛米 转动系统匹配来自爱信的六速手机底变速箱 全系前轮驱动 底盘方面 新车采用的是前麦夫逊式独立 加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 价格方面 新车共推出搭载1.8T发动机的四款车型 包含两个配置等级的5座或7座布局车型科学 售价区间为14.36至15.56万元 这车你会考虑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卷播内容 点击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